Hello大家好,虽然Switch已经发售这么久了,但不少新入坑的玩家可能对任天堂的online会员服务还不太了解,对于要不要买的问题还把握不住。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online会员的全面解析,希望能有所帮助。 Switch online会员是任天堂针对账号而非主机推出的服务计划,国行因为情况特殊,暂时没有这项服务,咱们就不讨论。 开通online会员有五项能使用的服务,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便是线上游玩。 大部分游戏的在线玩法都需要这项服务,包括宝可梦、马尿赛车8、任天堂明星大乱斗、怪物猎人等。 即使是支持在线玩法的免费体验版游戏,也需要开通online会员才能实现。 但对于一些特殊的游戏,无需online会员也能联机,比如《勇者特王龙X》、《白奥雷之夜》、《神之浩劫》、《宁家啦》。 其中多数都是非任天堂的第三方游戏,要是不确定想玩的游戏是否需要开通online会员才能联机,可以在任天堂官网或者eshop中查看。 第二项服务是可以免费游玩诸多FC、SFC游戏、经典的热血系列、超级马尿等都在其中,下载好之后不需要联网也可以随时游玩。 除了提供四个存档槽,任天堂更添加了倒回功能,在游戏中长按ZL加ZL便可以倒回一点时间,大大降低了重温经典的试错成本,同时全都支持双人游玩。 即使本身是单人游戏,另一位玩家也可以通过实时操纵光标的方式参与进来,进行地图引导、指路引导等操作。 不过如果想要进行线上双人游玩,则需要两位玩家都是online会员。 下面是目前已经可以游玩的FC游戏,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暂停看看。 同时官方后续还会不定期增加更多的经典游戏,另外不同地区、国家、可游玩的游戏不尽相同,即使是同一个游戏,实际内容也可能会因为版本不同而存在差别,还请自行留意。 第三项服务是云存档,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,将玩家的本地存档上传到任天堂的服务器,当存档损坏或者需要登录到另一台Switch上时,便可以使用云存档功能。 开通online会员后,会自动打开云存档,可以根据需要关闭或者对某一特定游戏进行单独设置。 部分游戏并不支持云存档功能,比如One,Two,Switch,喷射战士2,精灵宝可梦Let's Go,宝可梦剑盾,集合拉动物森友会,以及黑暗之魂重制版,死亡细胞,NBA2K19和FIFA19。 任天堂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公平的游戏环境,防止恶意刷道具等潜在的作弊行为。 动森虽然不支持云存档功能,但官方为其推出了单独的存档恢复服务。 玩家在游戏中备份存档后,如果主机发生故障或者遗失,注意也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时,才可以前往任天堂的维修服务中心,恢复之前备份好的存档。 玩家无法主动任意地恢复存档,这项针对动森的存档恢复服务同样需要开通online会员才可以实现,跟在线玩法一样。 喜欢的游戏是否支持云存档功能同样也可以在ESOF中确认。 另外当online会员过期后,云存档功能虽然无法使用,但已经上传的存档会继续保存180天,期间再次开通online会员的话,已经上传的存档还可以被再次使用。 第四项服务是一个专门的手机APP,可以和同样开通的online会员的用户在游玩的时候语音聊天,同时还能在APP上查看好友的在线状态,确认游戏数据等。 支持语音功能的游戏如下,而支持特殊功能服务的游戏有动森,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和喷射战士2。 在动森中主要有五个实用功能,一是可以快速聊天,发送表情,在手机上输入相应的文字或表情便可以直接同步在游戏中,还可以确认好友的在线状态,以及与正在线上的朋友聊天。 二是可以查看信息,除了自己的护照、导名信息等,还可以看到作者ID、孟范号以及最近进入过的梦境,并确认朋友的孟范号,同时在目录中还能根据条件搜寻查看对应的家具、领悟。 三是可以通过二维码的形式读取或上传设计图,因为Switch并没有摄像头,所以这一任务就落在了与之连接的手机上。 四是每天上线可以领取离点数,点数可以用来兑换家具物品。 兑换后便可以在游戏的邮箱中确认。 五是岛屿新闻,就好像日志一样,记录了在游戏中的点点滴滴,同时还会显示近期的大头菜价格趋势,但如果调整了Switch主机的时间,部分新闻可能会消失,还请注意。 在喷射战士2中,不仅可以查看自己的等级、段位、装备,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胜负场数、活动时间和地图,确认打工情况,同时还可以在APP上预定服装,预定后上游戏找NPC领取就可以了。 在大乱斗中的功能则相对较少,可以查看玩家分享的图片和视频,浏览玩家的原创关卡并一键下载到自己的游戏中。 想下载这款APP的话,在对应商店搜索Nintendo Switch Online便可以找到,但软件的下载使用要求科学上网。 安卓用户需要在Google Play下载,苹果用户国区App Store无法下载,也需要海外的APP账户才能下载。 第五项服务是会员独享的一些权利,第一个权利是可以游玩免费游戏,包括俄罗斯方块99和吃豆人99,同时官方还会不定时开展试玩同乐会。 在活动期间,开通了Online会员的玩家可以免费游玩指定游戏,不同地区国家的试玩同乐会可能会有不同的游戏和时间。 下面是2021年到最近的试玩同乐会所涉及的游戏和时间。 可以看出,试玩同乐会中的游戏不限于任天堂第一方游戏,其他的第三方游戏也会参与进来。 同时类型也多种多样,既有休闲的模拟经营,也有硬核的生存冒险。 每期试玩同乐会都会持续7天,觉得好玩不过瘾,还想接着玩。 任天堂还贴心地给出了特价活动,对应游戏通常都会有一个降价,而且这7天试玩的游戏存档会被保留下来。 碰上自己感兴趣的,很难不上当。 什么7天之内你就通关了,那就没事了。 第二个权利是可以购买一些专享物品,比如任天堂游戏兑换券,以及适配在Switch上的N64,FC,SFC和MD手柄。 游戏兑换券可以用来兑换任天堂的游戏,而购买兑换券的价格通常会比直接购买游戏划算。 买的越多,省的越多,任天堂就亏的越多,也就是王嘉文所说的任亏券。 任亏券在日服常驻,其他服不定时发售,具体时间可以关注相应屈服的任天堂官网。 以日服为例,任亏券的价格为两张9980日元,一次购买就会有两张券,也就是说不能单独购买一张任亏券。 任亏券的有效期是365天,时间从购买的时候开始计算,必须是开通了online会员的账号才可以购买和使用任亏券。 在任亏券有效期内,会员到期并不会让任亏券消失,再次开通会员即可正常使用。 同时任亏券无法换取使用,需要换回购买时所在的区服才能正常使用,比如在港府买了两张任亏券,然后换到了日服,这时候可能就无法使用任亏券。 但任亏券同样不会消失,再换回港府便可以使用。 任亏券可兑换的游戏为任天堂第一方游戏,且仅能兑换数字版,不同区服可兑换游戏也不尽相同,兑换的游戏价格不得低于4990日元。 预售的游戏也可以兑换,但必须在任亏券的一年有效期内,比如在2022年7月25日购买了的任亏券,有效期为2022年7月25日到2023年7月25日。 此时有一款游戏将于2022年7月30日发布,但2022年7月23日已经开始了预售,那就可以使用任亏券,但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取消预购的。 另外推荐的购买场景是,心仪的游戏短期内打折经济较小,实地价仍高于4990日元,想尽快玩到,受疫情等因素影响,实体版到手较慢,用任亏券兑换数字版游戏就能更早的玩到。 或者你并不是实体卡带的收藏档,也没有玩完之后再出手回本的想法。 另外就是兑换即将发售的游戏,因为通常来说,游戏刚发售时价格较高,且不易打折,早买早享受。 7天免费体验用户无法购买和使用任亏券,每个账号同时最多拥有8张任亏券,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,可以分开使用,但无法转让给他人。 任亏券只能买到游戏本体,相关的DLC仍需要自行购买。 关于会员专享购买的手柄,对于怀旧党或者收藏党来说还是很推荐的。 普通玩家看看就好,一方面是购买麻烦,另一方面是价格较贵,甚至每种手柄每个账号最多购买4个。 第三个权利则是在某些游戏中可以获得特殊奖励道具。 目前有动森的特点家具,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的3000SP和30个零食L,喷射战士2的特点服装,以及超级卡比列人队的100个苹果宝石。 玩家开通online会员后登陆这些游戏时便会获得对应的道具。 online扩充包相当于online会员的plus版,除了以上5个服务外,购买了online扩充包的玩家还可以免费游玩诸多N64和AMD游戏,以及免费唱玩部分游戏的付费DLC内容,包括马车吧新增赛道通行证,动森的快乐家乐园,以及喷射战士2的章鱼扩展包。 是否开通online会员并不会影响主机的正常运作,主机在正常连接网络时依然可以实现更新,使用eShop购买与下载游戏,以及接收新闻,管理好友和局域网联机等功能。 虽然online会员能提供诸多服务,但具体是否要购买还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看。 如果你不喜欢玩怀旧老游戏,不需要云存档,只是想自己安安静静的玩玩单机,或者只是喜欢线下跟朋友一起玩,那即使不开通online会员也能满足需求,还能力省一大笔钱。 online会员分为个人版和家庭版,购买个人版的账号只有自己的账号能享受。 而购买家庭版后,购买的账号以及该账号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能享受online会员服务。 但个人版较为灵活,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购买30天,90天,还是365天。 家庭版只能选择365天,并且购买时必须绑定信用卡。 扩充包无论个人版还是家庭版,都只有365天的时间可选。 通常来讲,当有两个人或以上时,家庭版就会比个人版划算。 享受的人越多,就越划算。 推荐找靠谱的亲朋好友一起享受家庭版,独乐乐不如纵乐乐。 某宝也是一个可选项,但存在风险,还需谨慎选择。 不同地区的online会员有不同的价格,下面是按7月21号的会议总结的价格表。 看起来是日服相对划算一点,但由于不同屈服的游戏可能不一样。 具体购买时还是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。 购买个人版没有年龄限制,但必须购买在本人账户中才可以使用。 如果是家长或监护人的账号购买了个人版,而儿童账号没有购买, 那儿童账号是不可以享受online会员服务的。 对于个人版,购买完成后18岁及以上的账户会自动打开虚购。 虚购会在online会员剩余时间48小时左右自动进行, 从eShop余额或绑定的信用卡中扣款,但虚购可以随时停止。 不需要的朋友记得开通后及时取消。18岁以下的账户无法使用自动虚购功能。 对于家庭版,购买完成后也会自动打开虚购,同样也可以随时停止。 同一账号购买多张相同服务计划的使用券,使用期限会累积, 但最多累积1095天,也就是三年。 能免费体验的只有个人7天online会员, 体验时也会自动打开续费服务。 购买成功后无法缩短时间,无法退款,中途也不能转让给其他账号。 Switch的账号能否换区呢?答案是可以换区,但是余额会清零, 可以多创建几个不同区的账号,交替使用。 如果在A区购买了游戏的本体,那么在B区购买游戏的DLC可以正常使用吗? 比如大乱斗游戏,DLC是斗士通行证,这样可以购买吗? 这个需要具体游戏具体分析。 如果已经有游戏本体,那么在INS主界面的游戏图标上按加号键, 看能否进入eShop,可以就能购买,没有就不行。 以上就是关于online会员的解析,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 如果想了解更多Switch相关的信息,就请关注我们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